西北太平洋闹哄哄差点就有三台共舞 因为被逼加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不过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低压TD时期 预估将朝西北方向前进 通过旅宋岛后进入南海 而成台后将是苏丽台风 热带系低下的部分 它已经开始有逐渐出海的一个现象 所以到时候在整个强度跟结构上来讲 就会有逐渐转好的一个趋势 气象专家也说今年中秋节有三颗月亮 其中葡萄桑持续往琉球群岛前进 周四最接近台湾 但强度可能维持青台 目前三个热带系统都对台湾没兴趣 而中秋节这天水气偏多 白天整体雨势趋缓 桃园以南各地多云道晴 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不定时雨 或有局部大雨 午后嘉义以南山区雷震雨 中秋节这天除了低头吃烤肉以外 当然还要抬头来赏明月 各地的赏月指数也都不广 中秋节晚上水气增加 北东降雨几率提高 东半部云多有雨 想赏月得碰运气 而北北极降雨不明显 机会稍高 但还是有云 新竹以南则是云少晴朗 指数4-5颗星 银峰面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一带的话 可能云量上都会是比较偏多一点点 云放中去做观看 那至于像在桃园以南地区的话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赏月的情形 算是机会算是蛮高的 周三起环境上处低压带 银峰面北东地区有雨 还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水气影响 周五后水气也多 热带系统影响 南部可能有局部降雨 未来一周碰上天文大潮 沿海低洼区 还要留意局部淹水状况 TVB新闻晚上张慧仙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